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宅敲敲门 我是张琼芳 今天首先要来了解老宅的都根话题 双北市的老宅很多 那么在整合的过程当中 如何去说服地主或屋主愿意都根呢 我们来看看建设公司董事长蔡席全 他可是大台北地区名气响叮当的整合高手 台北市前十个为老申请案 有四个都是他所整合的 最近更是神出手 把原本48年屋林的老屋都根改建 每平成交价上看九字头 坐上新北市的新楼王宝座 长得一样 原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四层楼的一个建筑 公寓 外观就是 你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个铁窗 这是台湾早期的 其实这是叫做中美下的场合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美国支援我们 当时韩战跟支援我们的钱 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盖 盖出来的公寓 能够用低层门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湾早期就是 公寓行顶楼再加盖 这边很热闹喔 很热闹 这边非常热闹 这边生活经济十一住寻一乐 都很方便 包括领外交通 整个都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你家任何的采满 你今天甚至晚上肚子饿 想吃宵夜都有 所以当初您来这边看了几次 我看多了 我这个看多 因为案子我一定看到有味道 我当时看这生活经济好 虽然老旧 可是你要把想象说 这个房子已经被你拆了 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你到底要走 所以当时我这个接待中心 我有想法的 在这个老社区 你要给它做翻转 要是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个是魏妍舞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 他们当时 这些住户都吓到说 这会做 这感觉像博物馆 这像博物馆 其实我无非要给他们什么 给他们说 我们做得到 Just do it 你说大家可以做得到 这些地主也吓到说 蔡总你怎么打一个座 这是我们未来要去那家 我说没有啦 这是先销售中心 他很怕怎么会是这样 我说对 你看完全不同 那我主要也是要告诉 这些有钱的住户 其实这些社区的人都知道说 其实你们都做得到 你们都做得到 不是说 那个是遥不可及 或者是下一代的事情 是现在就做 谈着个案 意气风发 他是建设公司董事长蔡奇全 是有名的都庚整合高手 新北市板桥的这一处建案 整合了十年都失败 但他只花两年就成功 都庚审查22天完成 创下最速记录 建案跟一举做上新北楼王 成功新法是什么 他们认为这么样的炒饭大王 这样子的便利店 以及原本转角的早餐店 每天二十几年都在吃的 不可能改建 而且建商都已经谈十年 谈十个建商 怎么可能做得到 真的做到 都庚不好做 可是无非就是一个城 跟他放心 我们这边的屋林 大家都知道五六十年 公寓六栋 五六十年的房子 他从小就住这里 爸妈甚至结婚的时候 一开始买的房子就这里 所以他的这个生活圈 跟记忆跟情感都在这里 当然我必须说 难免有一些珍惜 可能他这一辈子 他现在五六十岁 这辈子还没有买卖房子过 就从出生就一直住在这里 所以难免他对地气 我自己印象好多很深刻的 有些人拿出地气 其实手真的会发抖 我们也不坐高 就是直接让我们感受三米四 我大概最后都是邀请他们 来看我个案 看得到摸得到 感受到这个立面 搞成到公社 这是一件事 当然这个很重要 另外一件事 其实我重点是要让他感觉温度 这棟其实一楼的部分 他们确实我必须说不好谈 所以难免在楼上的他们出户 确实有些心理上的不平衡 他们觉得说为什么一楼可以多分 我也要让多数的这上面的这个 占了四分之三这些人要清楚说 在当时你那个年代的时候 你买的时候 你的楼上也确实比一楼便宜嘛 一楼比你贵嘛 反而你如果只是一位去看 别人拿多少这件事情 我会认为你们要成功的几率会降低 你当时考虑是因为频数比较大 所以在单价上有反应是不是 用温度来感动人心 拿真诚去沟通条件 不说场面话 不画大饼就是猜懂的秘诀 当然也曾碰过难搞的产权 就在北市松江路的伪老个案 本想扩大面积 但住户坚决不让步 他们是一栋五楼的 十一户的住户 后来我直接跟他们谈 谈完我直接全部买断 本来我是希望帮后面 也是一样同样一栋四楼 总共是八户 然后帮他们一起 因为我认为这一起 达到我还记得那数字 179.86平 其实楼上这些以前的 包括蔡妈妈 盘小姐 我都还记得这些人 我其实那时候跟他们进行的时候 我还记得 我买下来之后 我第一时间我就召集他们 来公司做 我第一时间我就开出 我认为就是最极限的条件 每一个人 你们现在室内几瓶 我全部给你们 外带给你们一台 平面车位 他们是没有车位的一个公寓 老公寓 我跟他谈说 有这个机会被当座弄 当座就住在一起 同一栋的邻居 没当座我们就隔壁的储宾 也是邻居之隔壁的邻居 这样谈 那有第一场很成功 我必须说 我打动六个 八个我命中六个 我还记得我们要起菜的那一刻 真的不夸张 哭了 哭了 怕妈妈哭了 住四楼家顶楼家盖 他真的哭了 打电话来说 蔡总可不可以还有机会 你再给我们点时间 你们先不要拆好不好 因为我告诉她说 起菜那一刻 我可能没办法回头了 类似个案 族繁不羁被载 但不管是谭都庚或围绕 蔡总有个原则 我是等同财神 因为我是要来帮你们都市再生 帮你们做都市改建 我不是来求 我真的不是来求 所以我确实我在都庚 你说要问我 刚刚补充的可以说一点 就是特质就是平起平坐 57年次的蔡席全 拥有土地资源的专业学历 过去在不少一线上市柜 建设公司工作 培养了深厚的土地开发功力 在外打磨20年 迈向46岁时 他决定创业 从整合到销售 一条龙服务 多年来完成不少代表作 即使是小宅 也不马虎 所以我在我第一个案子 116坪 基地就这么小 可是我竟然还在一块基地里面 在挖空四分之一 Open Car 挖空之间 让他V1能够采刮 对一般的人会觉得你傻瓜 你地都这么小 你要挖空一个角 我跟你讲 我立刻思考 那公社怎么办 一个大家都知道 基地大一千坪 公社就是一楼 只要做老板族 给他们做什么 该有的基本的这些交易厅 要什么的都做得到 因为我这块地我就不是 我把它颠倒垂直 公社就是垂直 我一样做出我要的门庭 也就是说你今天我100坪 我还是让住户今天回到家 能经过第一厅第二厅 洗涤之后进来 到大厅到他们 这个部分其实是设计问题 独庚是一条难走的路 做了这么多年 依旧乐此不疲吗 我觉得来做这个都市 雷露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睡不止跟我自己 跟我的家人 我家人是觉得说 哇 你为什么半夜还要去啊 你今天听到有块地 你半夜都跑去 明明下雨都跑去 我说你没有跑去看 我睡不了觉啊 曾自嘲对土地有点狂热 抱着这股热情 蔡董持续往前冲 美化世荣打造更多美好家园 不过在台北市 有一栋六十年的老透天 就是因为不愿意参与建商都更 未来将会被两栋商办包夹 变成都更孤岛 但近期呢 他开价1.6亿在网络上求售 但是呢仔细看看 他的销售资料 土地面积只有权状登记的一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呢 来听听房产专家的说法 左右两侧都是商办大楼的工地 这一栋被包夹的六十多年老透天 是台北市知名的都庚孤岛 如今突然开价 1.6亿元求售 透天前方被围棋警戒线 配合两旁商办施工 因为建商整合了二十五年 迟迟等不到屋主点头 直接依照现况开工 但如今房屋挂起出售广告 根据房仲网站出售面积约十七平 换算单价九百六十亿万 不过近期被发现 根据地籍资料 这块土地实际上有三十四平多 即使有买家想买 也只能买到权状登记的一半 根据承办房仲透露 另一半所有权人 已经委任其他业者销售 因此只能勘载一半 但如果买家有意愿 将会协助和对方商讨 是否能取得完整所有权 不过专家表示 因为建物周边公司行好多 未来如果成功出售 以做餐饮服务业 或许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而近期因为政府祭出 打炒房政策 让预售物的市场 卖气变冷了 去年底预售物成交户数 已经大幅缩减 只剩下本来的35% 模型看起来推出的新案 表面上没有降价 但是私底下却改以签约 送家电送奖金等等 竞数让利的方式 期盼刺激买气 将来未来的动剧 是非常开阔的 只指预售模型 向民众介绍建案细节 不过月份被台湾 新金案买气 仍旧以低价建案为主 甚至出现二升 一瓶三降等现象 政府打炒房 让房市买气低迷 不过呢 现在新金案 虽然表面上不降价 但私底下却改以签约 送家电奖金等技术 让利方式 吸引买家来买单 短时间一个增加买气的 一个方式 它是属于阶段性的 是以从化区来说的话 它相对竞争个案的 这个数量比较多 那所以它必须要用一些 这样的方式来增加来人 通膨让营件成本居高不下 建商变向让利吸引买气 尤其去年十二月 预售屋成交户数 大坎只剩百分之三十五 大概量就会比较萎缩 不会像过去量这么大 尽管如此 二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仍比上个月回升二点七四点 连两个月走升 其中又以购买 耐酒性财货时机 回温幅度最大 方式买气能否回升 就看现在房价 能否让消费者愿意买单 三星的送银快乐副词 特别报道 不过房价这么高 也有很多民众转往法拍市场 想买到相对便宜一些的房子 但是呢 现在连法拍物件也越来越贵了 去年第三季法拍市场平均单下 创下新高 法拍的价格已经跟市场行情 差距不大了 有民众大探 现在就连法拍市场 也很难捡到便宜 透明箱子缓缓降下 准备开放投标 七号法务部士林分属举办法拍 一共有多笔台北市建物土地 以及不动产 我们现在是发现 只要是交通便利的不动产 大概询问的频率都非常的高 不过实际开标 却雷声大 雨点小 三十分钟过去 只有两个人投标 因为随着房价高涨 就连法拍市场也很难捡到便宜 这一次的法拍案件 其中一个就是位在捷运 东湖站附近的这栋公寓四楼 它的底价是四十六点四万元 和周遭的公寓行情 约四十五到四十八万 差距不大 四十平三十九年老公寓住宅 二拍底价一千九百万元 这一次得标价只多出三十三万 因为排定价格持续标新高 根据统计去年第三季 全台法拍屋均价 每瓶占上二十一点二万元 创下历史新高 第四季即使回档 也是每瓶十九点七万的 史上第二高价 因为目前法拍的量 这样的速度还是很多 所以还是会造成量少的情况 大家还是会去做 抢购的动作 那因为今天其实标掉东湖 东湖的这间法拍屋 其实他标的价格 跟市场价格 其实落差也不是很大 像这样的情况 其实就是他只是要买来自产 应该投资的机会就不是很高 专家表示虽然买法拍屋优点 包括不需要跟屋主溢价 出价也不用被仲介勉强 但法拍程序比较复杂 而且部分物件为不点焦 或是有屋矿比较差的问题 加上现在价格开始与市场靠拢 也让部分民众购买意愿有限 不过不变的是捷运站的题材 通常都还是会是防势力多 目前双北新建以及规划中的捷运站 周遭房价 近一年来的涨幅都还是有超过一成 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土城三阴县的 其中一站妈祖田 涨幅高达20% 但是专家也提醒 还是要留意追价的风险 捷运高价站新建到一半 旁边大面积土地也围起围离施工 新北捷运新线持续推动当中 周边房价也提前反映 新北市新建中的捷运站点房价 都陆续起涨 其中近一年涨最多的是在土城三阴县 这里的妈祖田站 涨幅有高达20% 前两年就是在那个妈祖田站 周遭附近行情都差不多在28上下 但是在去年已经有涨上来 差不多在31 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已经甚至有到三十六万了 几乎每天都会有 假日的询温度会更高 捷运站点成为房价保证 摊开数据新北市六条规划中的捷运 包括三英县的顶浦国华站 近一年涨幅超过百分之十三 万大县树林监理所回笼站 达百分之十四 环状县南环的动物园站 也有一成涨幅 另外还有西东县及淡海轻轨二旗 房价最高的则是北环段的故宫博物院 平均单价七十六万年涨幅百分之十二 专家表示捷运题材是房市力多 因此民众愿意追价买房 但规划中路线变数 以及建设时程是否延宕 都必须留意 以免购屋之后立刻就套牢 那轻轨也像捷运一样夯吗 恐怕就不一定了 新店的安坑轻轨已经开通 但是观察近期附近的房市买气 似乎没有受惠轨道经济 安坑周边的房价虽然是有少幅的上涨 但是去年下半年交易量只有持平 其中十四张区域的交易量 还重挫了七成之多 新北山安坑轻轨十号通车 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试诚 根据实价登陆 这附近九站的房价都有小幅的上升 但是只有十四张这个区域 交易量却重挫百分之七十三 过去轨道经济带动房市的现象 在交易转冷的情况下已经不复件 去年下半年安坑轻轨发展 交易量停滞 维持在一百一十件左右 十四张地区交易件数 比起上半年的四百九十二件 大减到剩下一百二十九件 主要是因为十四张地区的一些 预售外已经入去完工 所以区域房市已经逐渐从预售市场 转型为成屋市场 另外十四张地区主要仰赖的大众因素 偏向环状线 专家表示因为预售屋实价交易 还没有完全揭露 因此安坑交易件数还有上收机会 不过区域平均单价正式冲破七字头 还是呈现量减价涨走势 只不过一月新屋市场市况持续低迷 预售推案量月减百分之五十六 接下来电商是否让利 将人气转成买气 是今年三二九档期观察重点 因为政策的关系 所以确实买方的购买意愿会稍微差一些 对于建商端来说的话 想要打开买期 除了在行销的策略上面 必须要去做重新的包装之外 那有感让利应该会是一个 主要能够吸引到买方的方式 年后新案陆续登场 房市要发挥即可效应 新建案定价策略将会是关键 如果价格能让买方有感 今年三二九档期试况 渴望上演先蹲后跳 所以今天的房市关键字 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 新轨宅 刚提到的新店安坑 新轨三月通车 那么安坑这个地方 算是新店的外围 所以房价还是相对便宜的 因此还是吸引了买家的兴趣 目前又以新河国小站 交易最热络 主播李新云带您走一趟 终于等到安坑轻轨通车 不少阿公阿嬷 呼朋引伴一起前来朝圣 过去由于安坑地区 交通只有单一的进出动线 因此容易塞车 通车后预计单程可以省下 15到20分钟的通行时间 加上安坑算是新店外围 房价相对便宜 因此吸引买盘 其中又以新河国小站 交易最热络 新河国小它是比较接近台北市 然后它的生活技能相对的 就是比较优越一点 而且主要的它的房价 跟央北大概有两层到三层的价差 所以吸引一些买房 至于一站之隔的14张站 是安坑轻轨的起始站 去年交易量仅次于新河国小站 除了连结环撞线 14张站即南机场捷运开发案 是全台最大的捷运连开案 完工之后 有机会吸引大量商业活动进驻 渴望带动整体区域成长 预期心里早就让当地房价起飞 根据统计如果以大楼滑下房价为基础 去年安坑九个站点房价全都涨 其中台北小城涨幅毕竟两成最为惊人 另外安坑轻轨越往南的站点 环境为山坡地形 房价积极低 涨幅全都超过一成 那另外一个部分涨幅比较高的是 更新的安坑叶区 它的涨幅也达到13% 这也是一些年长者想要渔居 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房价上涨不是没有原因 毕竟通车后 尤其对于没有交通工具的民众 是一大福音 老人家如果说到更新医院的话 因为之前都搭接驳车 然后接驳车的时间上 比较有时候限制要等很久 然后其实现在有轻轨了 时间上又很快 然后轻轨的班次多 对老人家来讲很方便 轨道经济一直是房市焦点 认为能帮助地区发展 也有助于串联临近区域的生活圈 可以从北台湾第一条轻轨系统 淡海轻轨得到印证 因为这个周遭是盖了太多的住宅嘛 那又交通便利了 所以附近的店也增加很多 我觉得是很不错 淡海轻轨去年底通车满四周年 数字会说话 各站点周边房价 14站中有13站房价均上涨 其中又以坎顶站涨幅最高近6成 淡京邓宫站涨幅也有58% 专家分析涨幅比较大 是因为这两站之前都没什么推案 价格极其低 但是看到淡海新市镇的房价气氛 民众好奇在安坑是否经验复制 其实买房我们还是要注意 就是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如果是自住的时候 要考虑这个区域里面 它是不是因为有顺向坡 在安坑里面有很多的 还是有一些海沙屋 工业展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我们在选择自住的时候 一个考量的一个 必须考量的一个点 专家呼吁下手前要注意整体市况 除此之外轻轨韵量还是比不上捷运 增值幅度跟捷运宅相比 依旧有落差 当然买房子还是要看自己的需求来决定了 今天的主播到你家 我们就来参观一下甜心主持人李芳瑜的家 李芳瑜曾经当过主播 外景主持人 更是美妆节目的班底之一 外形可爱的他 有着精明的理财头脑 还被封为投资小天后 过去单身时期 曾经投资过捷运购购宅 那么结了婚之后呢 家里东西越来越多了 也有了小孩 所以他跟先生决定在新北永和 买下总价四千多万 全壮七十平 室内六十平的高楼层住宅 因为大楼外观的特殊灯条设计 让李芳瑜决定要把房子装潢成 酷酷的纽约公寓封 大坪数的空间 光是装潢费就要六百多万 但李芳瑜也说 他们家用了很多的瓷砖 当作替代材质 还是替他 剩下了一大笔钱 哈啰 主播到你家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女明星芳瑜的家 哇 我今天非常的期待 因为听说他们家是这个 纽约公寓封 有一个大面宽的客厅 还有一个超级大的玄关哦 赶快先来跟她打声招呼吧 嗨 芳瑜好 欢迎来到我的纽约公寓 欢迎来到我的纽约公寓 哇 芳瑜一走进你家 我就觉得这个玄关非常的气派 跟一般人家里比 其实是大蛮多的 对 它两边都有做收纳 对 我必须要讲一下 这个玄关呢 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 因为呢 我搬来这里之前 我们的房子比较小 那我老公呢 当时就结婚了嘛 我老公就觉得呢 他已经快要得忧郁症 娶到我快要得忧郁症 原因是因为一进门 那个玄关呢 是满满都是我的鞋子 全部都堆满 对 就在地上 都在地上一双一双一双呢 所以呢 他每次他必须 他要进我们的家的时候 他必须要这样 就是你懂吗 要跳格子的概念 跳一远的方式进行 对 就跳格子的概念 他就真的疯了 快疯了 所以搬来这个新架的时候 他唯一呢跟设计师说 我没有任何的要求 只求你把我老婆 这一百双鞋子全部关起来 不要再让我看到 所以就我这两排了 设计师真的有达成你的要求 你现在玄关好干净喔 很干净 对 因为都藏在里面了 乱在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好 我首先呢 你右边这个 好 我跟你讲 你右边这个呢 要来看一下的原因是因为 乌衣柜 对 就是穿过衣物柜 对对对对 因为像你不觉得疫情的关系 其实呢衣服我们都希望 它可以留在 不要带进室内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方便 你可能穿过衣服 或者是你明天还要再穿 其实回到家就立刻把它挂起来 然后呢 再来 两边都是鞋柜嘛 给大家看一下 来 女明星的席子是非常恐怖的 还有你那边 你那边 还有这边 哇 那你知道我老公的鞋柜在哪吗 是不是就是在最右边的一小隔 刚刚你外面进来哪个椅子 所以他本人呢还是放在地上 对对对 就是在外面 好可憐 好可憐 因为你知道我们住新北市嘛 新北市的房子就是有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每一间跟每一间的动具 其实呢都挨得很近 其实找不到这么大面宽的物件 所以当时一来看的时候 那是一个晚上 就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270度的面宽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大台北的景观 我们就觉得太难得了 就好喜欢这里 因为你家是高楼层 对 那也想问你就是说 为什么一开始你会想要设计成纽约公寓 对 原因是因为 我刚刚有说晚上来看嘛 晚上来看呢 你会发现这栋建筑很特别的是 它的外墙呢 外面的这个阳台有那个V型的灯条 就大楼本身的灯条 然后一进来你就觉得 很像在国外 就是很像在纽约 有很多纽约的公寓 然后外面都有一些那种灯条 你就觉得很梦幻 很不像在台湾 很时髦的感觉 对 很时髦 很像出在那个纽约摩天大楼里面的感觉 对 然后为了这个灯条呢 我们就想说 那要把它就是装潢成那种 国外公寓的感觉 好像纽约公寓的感觉 所以就是深色地板 然后会有一些铁件的搭配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比较斑驳 比较手作感的这种 斑驳破旧感的一些建材 我觉得这也是让整个空间 那个工业的朋友感觉 跟画龙点子 电视墙呢 我觉得是整个公共空间的灵魂 你不觉得吗 人家一进门 来到你家 看到就是沙发跟电视墙 对 一个主视觉的感觉 对 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很重要怎么做呢 我的设计师有跟我说 芳瑜 我带你去巴黎 时长 巴黎 不是巴黎 有 我知道那边有很多那种 真正的石材 那种整面切割 对 然后你知道呢 挑到一块石头 真的太美了 那块石头是黑色的 黑色的那种岩石 它是密体的 然后呈现出 你从不同角度它就是会有 因为就是原石嘛 很粗犷 不同光泽 对 然后它有一点点 闪了一点点的那个光泽在里面 我就觉得这就是我 结果你也这样做下来 替代要三十几万 好贵喔 好贵喔 那我们就找说怎么样 就要怎么办呢 就挑到这个替代材质 各位看到这个替代材质呢 你会觉得它就是废墓 废掉的 不会像废墓啦 就是 旧墓 废墓 然后这个呢就是 进口砖 它其实是瓷砖 它不是食材 它也不是 瓷砖喔 对 它其实是瓷砖 那你知道这个瓷砖呢 它有不同的颜色 你看它是整个灰阶的感觉 黑白灰阶的感觉 我觉得它做的就是很拟真 很立体的感觉 然后整片 你有发现吗 每一条 这个瓷砖每一条呢 都长得不一样 对 然后就是有很天然的那种 颓废感 我很喜欢 然后这样做下来呢 不到三万 所以跟原本比起来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芳瑜家超大的中岛厨房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么宽的中岛 对 太厉害了啦 这个中岛真的是 中岛呢其实是建商富的 然后我觉得中岛对于 你如果喜欢家里有这种开放厨房 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你看中岛呢 比如说我们爱煮菜的妈妈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备料啊 对 或者是 小孩在奔跑来跑去 对 或者是小孩 他其实也可以在这边 比如说玩黏土啊 因为这个中岛呢 重点是它的材质要很好清理 所以它可以在那边玩黏土啊 或者是比如说 有一些朋友来家里 他们像梅子季快要到了 想让大家一起聚在酿梅酒啊 我觉得这中岛超好用的 然后中岛底下 都可以尝各式各样 比如说洗碗机啊 红酒柜啊 然后做很多的收纳 好漂亮喔 这餐桌 这餐桌可以坐大概十几个人 都没问题 对 就是我 其实常常请朋友来家里 吃火锅啊 喝酒这样子 一个大餐桌 我觉得你看喔 其实餐桌的比例跟我的中岛 其实是有搭配到的 就两个 因为你们家厨房 其实这样看过去是比较 有点奢华感 蛮贵气的这样 可是你就是搭了一个这种 木桃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很漂亮 有很混搭的感觉 对 我就是想要混搭的感觉 有很省钱的方式 你又可以买到好东西 我要教大家 像这个餐桌 其实呢 如果你要自己去找桌板 这种原木的桌板呢 二三十万是跑不掉 那它的原价呢 是二十几万 嗯 这一张 对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我其实呢 只买到五万块 这种家具又没有过季的问题 所以像我呢 一到家具卖场呢 就是正面的 最前面我都不开 我就直冲在里面 直冲二楼 二楼 那它当初买到它呢 它就是可能有一些瑕疵 例如扣到一点点 就变五万 请设计师帮我做一些加工 把它桌角锯掉 然后加上工业风的铁键 就是你家的个性啊 对 真的很漂亮 因为我刚刚有往下一看 对 完全混搭风 而且它下面还帮你做了一些小插座 对 USB插座 所以就可以这样子来做加工 你知道你这样加工下来的费用 几乎是你买一张原木家具的 可能三分之一的价格而已耶 那另外一个想要请教一下房屋啊 像你平常自己有在做菜给小朋友吃嘛 对 那其实像这种开放式厨房 其实比较容易会有油烟 对 没错 其实你有一个妙招 可以防止卡一些油污 在这个细风 是 就是因为呢 我觉得油污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除了抽油烟机 马力要够大把它抽走之外呢 如果呢 有的时候你厨房呢 你最容易卡油的地方就是这一面了 因为会有油呢 就会在上面 那这一块 大家仔细看 其实呢 我是用了一个废木的瓷砖 它就是比较希腊风的感觉 那么美的瓷砖呢 如果你有油烟的荼毒 你会发现这个瓷砖中间这个勾勾 全部都是黑的 然后刷洗是 你很难刷得掉的 这对主婦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困扰 于是呢 我的设计师又帮我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在瓷砖外面再加一个滑面的玻璃 哦 透明玻璃 透明玻璃 对 透明玻璃 任何油液你就不用怕 你就喷一喷那去油污的 擦 其实就完成了 所以它就是又干净 又美 对 又美一关 对 又好清零 哇 接下来来到了方瑜他们主卧室的厕所 对 主卧厕所 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那一般人可能会想说用浅色系啊 大部分我们看到可能就是白色 灰色 可是你用的是这种比较有点斑驳的瓷砖 对 这块瓷砖我真的非常喜欢 各位观众大家来找茶 你有发现跟刚才厨房是同一块吗 对耶 真的 我看一下 没错 是同一块 但是它裁面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呢 因为我前面的颜色比较重 所以呢 到了就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个厕所的空间 浴室的空间 我就想到它一个明亮的感觉 然后又要有我个性 所以选择斑驳的白色瓷砖 然后呢 因为我的这个把它设想的是 我想到一个比较希腊风的感觉 所以你看我贴了这白色瓷砖之后 我连窗子都换了 我窗子呢 就换成这种白叶 白色的白叶 白色的白叶 然后你在家里你就会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就休闲感会更重 而且其实你还是保留一点工业风 对 因为像是你这个铁件的地方 没错 然后还有这个铁架 对 只能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是很搭的 对 是很搭的 今天来到芳瑜的家 我觉得真的也让大家学到很多这个装潢的小技巧 就是说我们已经花了一大笔钱在装潢上了 可是该省的钱其实还是可以省一些的 对 就是像比如说一些替代材质 就是你可以找到很多 例如美奈版 现在很多美奈版 或者是系统的板材 它其实做的也跟食材跟铁件其实很像 那你看我家 包括电视墙 还有我身后的这个铁袖 它不是铁板 它是瓷砖 它也不是食材对不对 不是 它也不是铁件 因为如果铁件的话 价格可能就高于好几倍 不是 它也是瓷砖 甚至于我家就是连接餐厅跟厨房的地砖 通通都是瓷砖 那你看现在瓷砖 它可以做成这种铁锈的感觉 可以做成食材的感觉 可以做成六角的感觉 就是千变万化 所以我觉得找到替代材质 是可以帮我们省钱的 这真的是一个装潢的一个小配方 那另外就是也想请教方便就是买房 你有没有什么新的 比如说哪一些物件 你会觉得说它有一些重点 是你觉得可以出手买下这个房子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说怎么样出手 是你看你是投资的立场 还是你是自住 但是如果你自住的同时 计划感不上变化 你怎么知道你自住在这边多久 你可能又得要换房子不换地方 那到时候那个时候 这个房子好不好脱手 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考量 你现在要出手了 你要想想你是自住 但是如果以后我要脱手 它会不会好脱手 我觉得这两者要一并考量 你才会就是不会赔到钱 没错 今天非常谢谢方雨的分享 谢谢 那我们主播到你家 下集再会咯 拜拜 买房子装潢 除了找设计师之外 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种 一条龙的装修公司 那么这种公司呢 从空间的收纳规划 油漆啦 还有地板等等的局部换星 都能够统包哦 但您知道这种一条龙的装修公司 跟独立设计事务所的区别吗 今天的装潢实验室 就带您深入了解 那是神经内科的诊所 所以我的客户给我的要求 就是希望这边有温馨家的感觉 颠覆一般诊所印象 整间的门片刻意挖出圆形拱门 搭配金铜色碧灯 用色调营造温馨感 他是室内设计师Hugo 但不只设计 还负责发包装潢 从设计到装修 一条龙作业 因为一般设计师 大概会比较是说 比如说我画图 我图画完之后 然后可能发包给同胞 或是他自己发包这个样子 就是设计师 其实他的工作就是设计嘛 过去装潢大多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会找设计师 来做整体规划设计 因此工班也都有设计师 担任统一窗口 第二种就是直接找工班装潢 对不少民众来说 可以节省预算 但其实这样 采雷的风险也很高 现在还有结合两种的 装潢一条龙 设计师可能会带客户 东跑跑西跑跑 这边挑木地板 这边挑油漆 但是一般 如果像我们做一条龙的话 就是我们设计 可能会在这边讨论 跟客户讨论 讨论完马上就可以去看 当下的比较常用的木地板 有SDC 或者是海岛型超耐磨 念室内设计出身 毕业却先是去营造厂工作 当时他就很清楚 想要练就的本事 是了解所有室内装修工程 我不喜欢去盖房子 因为盖房子 我要在一个地方待好久 但是设计可以一直有不同的面向 就是设计说不同喜欢的东西 可以满足更多的客户 我觉得这是一种成就感 对 不会是说像建筑这样死死的 盖完那种房子 大家都空入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设计是一个 一个很 很让人家心情愉悦的一个工作 这个样子 从测量水电 泥座木地板等到室内的软装 通通都能包办 而且就是因为了解 发包出去也不怕遇到台价的工程师傅 甚至也练就辨别装潢蟑螂的火眼金睛 按说装修蟑螂的话 一般他都是个体户 他没有一个公司行号 然后也没办法开地发票 然后就是在设计方面 他没有一个证照 然后在工程上面也没有一个 也没有办法办室内装修许可 因为我们在双北市装修的话 就一定要去跟台北市政府 去跟新北市政府去 申请室内装修许可 那要申请室内装修许可 就一定必须要有装修牌 因为这个是特取职业 特取行业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 要分辨是不是装修上 第一个就是 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 它是不是只是个人名字 我们如果说把宽度拉宽的话 你的主卧室就会变成卓小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透过平面图讲解格局装潢 接着再带着客户 挑选室内装潢的建材 从木地板有期涂料到瓷砖 再到窗帘茶几沙发床 搭配的软件 卖的是风格也是设计 一个站点全包办 TUGO创业后大受市场欢迎 现在每个月都有暗子结 其实我们在做这行 界面上问题其实很多 界面上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设计师 设计出来的东西 发一个一个桶包 他桶包做的东西 跟设计师要的不一样 然后业主可能又是占第三方 这样子弄来弄去 其实比较不好 其实我们设计师 就是业主跟工班之间的桥梁 看准时间就是金钱 设计装潢也希望一站搞定 不只是年轻人创业锁定一条龙 连锁居家品牌也寄出同样服务 说明这块市场的商机前列一筹 居家装潢有没有哪些设计 是设计师跟屋主们都一致推荐的呢 室内设计师George 根据十多年经验 还有屋主们的反馈 为大家整理出五种超好用的装潢设计 实用又方便 我帮大家汇整出五个超实用的设计 是根据我十多年来的设计经验 以及屋主的反馈 如果要出远门一段时间 要出发前 大家是不是都会寻一下家里的电器啊 电灯啊有没有关呢 每个房间的灯开关位置都不一样 而且灯的种类呢又很多 像是衣柜里面的灯 臂灯 台灯 等等等 如果要一个一个寻 非常的麻烦 有时候都已经出门了 突然又想到说 是不是有一个灯忘记关了 这时候你又大包小包的冲上楼 一键关呢就是我们所谓的one touch 也就是在设计装潢的时候 在玄关处我们多设计一个开关 让屋内所有的灯具呢 对应到这个开关 只要一个动作就可以切掉屋内所有的灯源 相信大家都一定有过经验 你躺在床上 可是这时候其实你没有要睡哦 像我可能就是滑滑手机啊 然后看看YT啊 好不容易睡意来了 这时候你要爬下床去关灯 如果这个时候是冬天 那个比早上起床还要痛苦耶 整个就超烦的对不对 还有情侣分享每天都为了 谁去关灯这件事来吵架 龙灯情侣跟夫妻吵架排行榜第二名哦 仅次于晚餐要吃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你只要在床边加装一个对切开关 或者是选择智能遥控灯具 躺在床上就能直接关灯直接睡觉咯 大家都知道在玄关要做鞋柜 但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 会特别要求要做穿鞋椅 你每天上下班或是周末出门 都需要在玄关穿鞋拖鞋 其实我会大力推荐这个设计的原因是 有时候回到家 你手上可能拿着包裹、信件 这时候你还要弯腰拖鞋 根本就是在练习经济独立吧 或者是你家里面可能有长辈 他膝盖已经没有办法久站了 你要他站着穿鞋 重心不稳的情况下 万一跌倒了那更危险 家里有小朋友的 这样穿鞋椅的设计也很适用 我们之前开箱的淡水与三重的小宅中 都有设计外出衣帽柜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设计其实很好用 常常有些外套穿出门 其实不会每天洗 但又不可能把它放回衣柜里面 毕竟它不脏 但总会有点灰尘吧 如果没有这个衣帽柜 就会找不到地方放 这个时候你就会随手 往不知名的一张椅子 或是桌子就往那边丢了 渐渐的你就会越堆越多 看起来就又脏又乱 住家的收纳为什么让这么多人烦恼呢 因为家里需要的物品各式各样 种类繁杂 每一种物品的高度大小都不一样 想要定制一个柜体来专门收纳 才会发现尺寸非常的难定 大部分的人都会希望家里的物品收好收满 如果你家的空间允许的话 与其做一大堆的柜子来收纳物品 还不如配置一间储藏室 储藏室的好处就是所有的备品跟杂物 都可以统一放在这里 其他空间的收纳呢 就能够化繁为减 以日常最常使用到的物品为主 让你家的公共空间柜体减少 可以让空间放大 也能更好维持整齐 买房子的时候大家都不太喜欢路冲 那么最主要是因为风水上 被认为会影响事业前途发展 不过呢 风水老师说了 只要稍微做一点小变化 改变气流行进的方向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甚至如果路冲的方位是在旺方 还可能带来人流商机 像这样打开门就见到马路的 在风水里面称为路冲 一般买房或者是选地的时候都很忌讳 从风水角度来看 车辆直接冲过来 夹带尖锐刹车身 容易造成污主心神不宁 从科学角度来看 如果车子突然失控或刹车不灵 首当其冲的 常常就是一楼的店面或住家 相当危险 但我看起来最关键的是 来自一个安全性的问题 你要想象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管是住家也好 或是说你开了一个公司 你打开大门 你就看到一条对面的这个车 直直往你这里冲过来 先不论说它在冲到你门前之前 会不会转弯 但是你对于心理的那个压力 就是特别特别的大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马路的三宝 你没有办法去确认说 他们到底是不是这个刹车踩成油门 又或者是说是不是真的 开车的时候酒喝多了 对 那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会要尽量避免 我的家里的大门 或者公司的大门 不要在这个主要干道的正对面 过去桃园就曾经发生过 因为结印工程的关系 道路重新调整 像是这间车行正对马路 当时白色轿车一次是要右转 却碰上捷运工地想要紧急往左转 但车速太快导致车辆失控 往前撞进车行 但房子坐落在路冲的位置 意外发生几率似乎比较高 所以当车往我的门前站过来 其实它转弯了 但它转弯了 这瞬间先气流 还是直直地往我的门口冲过来 如果说你这大门 你开的是望方 方位里面的望方 不然是柴位 或是说这种奇门顿角的望方 那可以越冲越望 但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说我们一般人 如果我没有请专业的风水老师 帮我去做这个评估的话 万一是凶方 对 那这个越冲 就是越来越倒霉 想自行判断路冲 也有方法 首先看大门宽度 如果是三米 跟开门看见的马路 同样是三米 甚至大于三米 这就不形成路冲 而是明堂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台湾总统府前 有凯达格兰大道 而距离总统府大门前 还有横向车道 与人行道缓冲 不仅不构成路冲 还成为明堂格局 反之 若是马路宽度小于大门 那就是名符其实的路冲 它只适合所谓的营业场所 因为我刚刚说了 就是我们在风水里面 讲求是气体的流动 那当这个马路这样子 气流往这里冲过来的时候 它是属于一个动态的 那动态的话呢 就是我会希望我的餐厅 我的班桌率高 会希望我的这个公司 我全力的人员能够动起来 我能够越动越旺 路冲的行程 跟气流息息相关 都会去中 因为建筑密度高 常导致气流又快又急 那我们能够化解的方法 我的建议呢 比方说我可以在门口 我可以放这个种树 种盆栽 那就以前的那个做法 当然现在我们要看条件 予不允许 我可以放一个石头 那一个石头 它就有点类似 像泰山石干当 这种去挡煞的一个概念 路冲不仅容易造成 屋主心神不宁 在风水上也会影响 事业前途发展 但只要稍作小改变 改变气流行进方向 也不用过度担心路冲 会带来不良影响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好宅超超门 我是张琼芳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